农夫与蛇现代版,党媒突变脸高调向美示好,中共建军节当天中共极左官媒罕见发声主动向美国示弱建议回归手势,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挑衅美国分析,趁这可能代表中共军中最新立场及新版抛光养晦目的,是避免中美对抗推时反咬美国的时间广告。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8月1日发表社评,对中美贸易战发表看法其中提到,我们认为贸易战只是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过程,中美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的对外政策只是遏制中共崛起,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倾向共同塑造的结果。 社评随后提出八条对美策略第一战略上,保持谦虚和手势,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向美国挑衅市场。 第二抵制美国的挤压,但不超出对等反击的范围。 第三,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不在中共所谓核心利益区之外,开展美国反对的军事行动,但在核心利益区内要守住中方红线同时加快发展和武器等战略力量。 第四,在非核心利益上多,与美国开展合作,不挑头与美对抗第五,尊重知识产权,处理好中共产业升级,与美国保持高科技优势,的关系认真寻找双赢的模式。 第六,探讨中共崛起,不取代或压倒美国的现实方式,接受美国在很多方面长期走在中共,全面的可能性。 第七,不与美国搞全球性地缘政治博弈和战略竞争。 第八,不放弃所谓发展的权力,绝不向美国求和。 不论对中共外交还是中美贸易战,《环球时报》一直扮演鹰派角色,鼓吹,与美国战斗到底打到中美贸易归零。 但在中共建军节,当天突然对美国公开示弱,引发外界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中共体制内学者的说法指,《环球时报》一贯代表军方态度。 这篇视频,应该是中共军方部分势力,通过观察过去几个月的中美贸易战和南海对峙,得出的结论其目的是对国际社会,包括中共其他势力表达一个明确信号,并警告中共文官们不要因为贸易战,造成中美的全面对抗。 报道还引述香港学者的分析,趁中共要挑战美国应该争取时间最少还需要二,三十年线当局打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引发中美对抗。 所以目前主流媒体都在调整姿态。 中共所谓的韬光养晦本身就是收敛锋芒,暗中积蓄力量,以图击败美国以及西方社会,最后夺取在全世界的主导权, 让中共取代美国中共近期的一带一路,对外军事扩张和所谓全球政党大会,被指过早地打破韬光养晦,暴露了中共称霸的野心。 中共上一次的韬光养晦成功欺骗了西方社会,换来大量外国投资和技术之池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共大举破坏人权,屠杀民众的袖手旁观。 在经历了一轮欺骗之后,国际社会近期逐渐认清中共假示弱,真活张的本质并出现一股抵制,排斥中共的世界性潮流。 中共新一轮的欺骗还能否成功奏效? 目前还是为知数中共的六四屠杀,曾经引发西方社会一致的经济制裁。 但中共几年后通过利益收买各个击破,让国际社会再次蒙蔽了双眼。 如今中共对外的政治渗透和扩张对内的舆论前置,维稳高压,屠杀迫害,特别是大规模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已经让全世界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本性。 观察人士指目前全世界遏制中共正在形成共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共的何为之事? 正在形成,如果中共再次施展欺骗手段,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围剿能否继续要看全世界正义力量? 特别是当前站在反共力量最闲言的国家,美国的意志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曾经痛批共产政权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震动。 国际政坛在新的国安策略中,川普也已将中共列为战略对手。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在指导中共的致命弱点。 重创中共经济中共信奉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建筑、经济发展,也成为中共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 因此中美贸易战正在动摇其统治基础。 此外美国政府7月下旬主办了全球首次推动宗教自由的首届全球部长级会议, 有80多个国家的代表,40多个国家的外长、宗教团体及非盈利组织的成员出席随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代表国务院发布了波托马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 并表示宗教自由是关人类的尊严与权利。 这借美国政府真正的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我们与外国政府交往时的优先议题。 在信神的川普总统任内美国首创主办全球会议强调宗教信仰自由, 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和压制其他宗教信仰的中共释放了明确的信号。